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 这个小时我们就要来谈一下怎么样可以保养皮肤 尤其是女生其实也不见得一定是上了年纪 有些是生完小孩之后可能就会有一些斑斑点点跑出来 还有就是如果你保湿没有做得很好的话 很快就会有皱纹跑出来 怎么样可以用很健康有机的方式来保护自己的皮肤 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的是上一次来了之后引起广大回响 包括我本人在内都非常喜爱的有机美人生活家上学晚上老师 童文好 大家好 老师上次带来分享的就是有机不老这本书 但是因为它的内容实在太多了 所以我们上次有只分享了一点点 但是有关于怎么使用在头部这件事情上 就是怎么怎么去头发 不管是护发或者是解决头皮屑的问题 或是一些脑人的落发问题啊 白发的问题等等的 上次老师分享的部分大家都非常惊艳啊 那我们的听众朋友超厉害 他们说他们都已经去买书了耶 感谢大家 谢谢童文 对 超级影响力 他们说真的吗 真的很多人买吗 真的 上次上次是什么 真的 看看我们节目的听众素质 真的不是一般好不好 看主持人就知道 你知道听众都是跟着主持人走啊 所以我们是一个优质的节目 好了 熬落完自己之后呢 然后我要讲就是说 刚刚又有人说他用啤酒洗头 效果很好 真的 再讲一下上次为什么你会教大家用啤酒洗头 好 就是因为实际上 我们一般的市售的洗发精呢 通常它的浓度过高 也就是说它比较偏碱性 那就是通常我们头皮的正常的这个皮脂膜 很容易就被洗得太干净 所以很多人就会容易有头皮穴啊 或是头皮痒或是头皮过敏的问题 所以我就建议大家说 既然已经买了这么多的洗发精在家 我们丢掉太可惜 所以我们就直接买很好的啤酒 然后就直接兑进去 然后呢就基本上是稀释的概念 其实就是稀释你的洗发精 然后我们上次有讲到大概比例吗 其实可以一比一 一比一 对 那如果说像 譬如说我记得同文的洗发精 都是有机的很好的 你可以不用稀释到那么细 因为它的浓度可能没有那么高 你就可以譬如说 一般是一比一 那你就可以稍微洗发精保留多一点 然后就是二然后一这样 三分之二三分之一这样 对 然后啤酒的那个牌子的话呢 一定是台啤 为什么要一定是台啤 因为我们要爱台湾吗 是这样吗 也是对实际行动支持嘛 然后还有就是台啤真的非常好 因为我们要用啤酒的原因 主要是它里面有啤酒花 对对对 然后还有酵母 那这些都很多B群 都是对头皮很好的 哦 好 所以刚刚有人说 他们用什么德国啤酒啊 也很好 家里有的都可以 他说呢 反正就是把家里面 他最不想喝的那一罐拿来 哎 这也OK啦 聪明聪明 然后还有人说 哎 边洗边喝效果会加倍吗 哈哈 那不好 那喝醉了 哈哈哈哈 好 所以其实 呃 老师呢 上次教大家的看起来 很多人都已经身体力行 哦 真的好棒哦 对 行动力都很强 那好 今天我们要来教的就是护肤 而且我今天要特别邀请大家 一定要上YouTube 来看我们的飞碟联播网 现在正在进行的直播 是 请大家把你的YouTube打开 然后上去呢 搜寻飞碟联播网 然后进去之后 请帮我开一个小铃铛 按订阅 对 那这样子你就可以每天早上都在 我们节目要开播之前 就可以接收到通知 为什么今天我要大家一定要用看的 如果可以的话一定要用看的 因为老师今天现场就要示范 怎么去做一些简单的护肤品 而且是完全有机 没有任何化学物质 对 没有添加物的 对 因为其实有一些人的皮肤的状况 或许想说我天生就是皮肤敏感 但是其实在天生皮肤敏感的情况之下 如果有一些过多外来化学刺激 其实会造成更多的不舒适 甚至是恶化 所以在这个时候 如果全部给他反 反扑归真 说不定会有不错的效果 会 至少皮肤会比较镇静 你自己呢 你自己之前有皮肤的问题吗 其实一直以来 就是说长大以后就还好 但小时候也是皮肤很敏感 但是就是妈妈把我们照顾的还不错 所以那个敏感状况就没有了 而且你其实应该很在意皮肤 因为你自己是美容 美容保养 彩妆出身的 所以你应该会非常在意皮肤 对 因为就是好像从小 我就发现说皮肤对人的那个 第一印象非常的重要 所以自己就会很注意 以前你的工作应该 各式各样保养品都用过 什么名牌的保养品 以前很喜欢测试 到处就是用 但是用到后来我还是发现 直接从天然食材里面 就是做出来的保养品 真的是非常好 那今天你还要介绍几种给大家 今天我们可以聊山药 然后还有隔粉 隔粉不是拿来当甜点吃的吗 隔条 我很爱吃隔粉 然后还有就是白花椰菜 白花椰菜 是 做什么 呃 它可以做面膜 而且除肉效果一流 真的假的 真的 我只知道花椰菜是十字花科的 对 十字花科 的蔬菜是非常非常好 就是建议大家多吃可以防癌等等 而且它也是非常抗氧化 抗氧化 还有天然的雌激素 好 那我们就开始播说 刚有人问说 洗法 它的洗法精是含天然精油的 也可以加啤酒吗 也可以 也可以 好 那个我刚刚有把老师的书举起来 结果没想到它就跟我们后面的key板融为成一体 因为老师的书是绿色的 所以刚刚有人说 天哪这个书怎么变透明的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 对它是它会变成透明的 但是你可能还是看得到有机不老是个字 对不对 它虽然透明 因为它书底是透明的 可是有机不老以及中间的白花是白色的 所以应该还看得到 那我们后面做这个动画非常的好看 那我再秀一下这个书给大家看一下有机不老 我们这个书是变成黑色的吧 在下面是黑色的 对看起来是 上来是透明的 好有趣哦 哈哈哈哈 完全融为一体 完全融为一体 好 就是这本书是老师的最新立作有机不老 我自己很推荐 因为里面的东西 你光是用看的 你就觉得好有趣 但是今天我们要实作给大家看 所以先来讲山药 为什么选择山药 实际上 我之所以会喜欢山药 因为山药它对于我们的这个 斑点什么的都很有帮助 那实际上 像我最开始了解山药的时候 是因为妈妈常常小时候 就会煮那个所谓的四神汤 给我们喝 那四神汤里面就有 因为它非常顾皮味 然后皮肤也会好 然后后来呢 自己就慢慢的 因为我买很多的保养品 我喜欢看它里面的成分 它的成分里面都有山药 后来我就才晓得说 原来山药呢 它里面的这个成分呢 都是对于我们的皮肤是非常好的 山药算是 它是有磁激素吗 它有玻尿酸 还有那个尿囊素这些 都是可以帮我们皮肤变好的 因为我记得好像比如说 就是说什么要美容保养啊 什么可以多吃山药 但是有反而有一些 妇科的问题的人 又要减少吃山药 就是一些植物性的 所以代表它其实在 某些成分上面 其实真的应该可能是会有帮助 因为它可能会让皮肤更好 或者是让这个 女性荷尔蒙吗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讲 是嘛对不对 好所以那你说现在其实欧美日 韩各大品牌都已经开始在熟灵肌肤的保养品当中 添加山药这个成分了 是 那我们自己如果要做的话 第一步当然就是要先买山药 可是山药有非常多种 怎么选 像一般我们常常现在看到的是 日本山药是条状的 然后它很白 那这个呢 我们可以譬如说买回来 把皮削掉之后 记得要戴手套 然后把皮削掉之后 我们可以煮汤或是蒸熟吃 那有的人 他甚至可以吃生的 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去那个餐厅 他们会有山药面条 我好喜欢吃那个山药细面 对对对 那个就是生的 然后我儿子小的时候很喜欢吃山药泥 对对对 他们会把它磨成泥 然后弄在饭上 热热的饭冰冰 然后加一点纳豆 然后糊在一起 很适合小孩吃 那还有像我们台湾 现在有很多很好的山药呢 就是它是 那个就是像地瓜状的 那地瓜状比较大 然后它里面不见得是那么的纯白 但是效果是很好的 所以你自己用的话你是 都会用吗 我都用 甚至日本山药也用 台湾的山药也用 就是说原则上我就是买山药回来 我可以把它先蒸成泥 然后有的泥呢 我要留来吃 然后有的泥我就可以留来敷脸 那很简单 我们如果山药泥做好 我们就可以调蜂蜜 或者是加上优格 就基本上都是一比一 我们就可以敷在脸上 所以这个书上也都有写 我再跟大家说一下书算不能拿起来 有经不老这本书 我们上次有大概告诉大家 就分成法 肤 眼 眼睛 骨 骨 骨头 肠 牙齿 就是肠胃 对 骨是骨头跟牙齿 是 骨骼 有讲到其他骨骼吗 主要是讲牙 牙齦 对牙齿 蛀牙齿脱落部分 然后肠胃 脑部 可能包括失眠 甚至失智等等 还有腿部 所以我们上次只有讲到 总共七个章节 这一次我们就讲肤 所以刚刚老师讲的东西 其实这部分都有 刚刚我们讲到山药品种都可以 怎么挑选呢 原则上我觉得大家就是说 在挑山药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看那个切面 因为通常山药他们在贩售的时候 他们会先把它切开 给你看里面的质地 然后原则上就是要买 那个看起来比较细的 然后不要有发黑的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山药 如果说你没有削皮的部分 你拿起来看 比较不要有发黑的 或者是烂掉的那个部分 我觉得就可以了 我看到那个这个敷的这部分 我就觉得真的是忍不住 要笑一下 因为山药这边上面的标题 就写着老人般 所以它其实主要是除斑 斑点 对斑点 因为山药实际上 如果我们内吃的话 然后它就是对脾胃特别好 一旦脾胃好 实际上我们就不容易长斑 那外用的效果也很好 所以山药主要是强调 它的保湿美白 还有就是比如说脸色比较蜡黄的人 可以常常敷 所以刚刚我讲可以分成 老师这边有两种配方 一种是蜂蜜 一种是优格 两个都是一等一 就一比一的等量 然后做法也都一样 对不对 反正就是你先去蒸它 然后压成泥 之后等它放凉之后 然后调上蜂蜜 或者是调上优格 实际上就是你可以做成这个 应该也是保养品可以吃的 然后你在吃之前 你先留一小杯 然后敷脸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山药加蜂蜜 或山药加优格也可以拿来吃 就你一边吃一边敷着脸 另外兼修 这个是真是可以的 没有要你一边用啤酒洗头一边喝 怕你喝醉了 对怕喝醉 所以这个山药主要是针对斑点 然后肤色的暗沉 接下来呢 这个也很好笑 对 诶 老师 到底什么是老人味啊 其实 为什么都会觉得 很多人都会说 那个老人身上有一种老人味 其实这个呢 就是说 它我后来发现 就是说实际上 它就是我们到了年长的时候 新陈代谢会减缓 那它主要是跟我们的皮脂肪有关 你知道像我们不好的油 不新鲜的油 放久会有油耗味 对那是不是就是因为酸败 产生油耗味 那我们身体是不是 因为新陈代谢减缓 产生的皮脂 产生的味道 哦 所以在日本 就是 讲法真的比较好听 加灵臭 对 加灵臭 加就是增加的加 当你的年龄增加 会有的一种 体臭 体味 有味道的 这个叫加灵臭 所以这个其实是 真的是跟年龄有关 跟你的新陈代谢有关 所以它到底 当然除了跟年龄有关之外 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 日常生活可以去减缓 或者是让它改善的 可以的 像我觉得在这边 我们就推荐一个食材 叫做隔粉 那我今天呢 然后我就有带 哦 老师要来 隔粉 隔粉很细 像刚刚童文说 隔粉好吃 你可以稍微摸一下 它真的就是 可以像蜜粉一样 我本来想要拿下来吃 不行 它还没有做好 哦 对对对 然后来我给你粉铺 对 它非常的细 所以呢 来你可以用粉铺玩一下 在你的手背 因为童文皮肤 本来就很好 你就按一下蜜粉铺 铺在手上 这个是隔粉哦 对 但是隔粉不是蜜粉 但是老师说 跟蜜粉一样的感觉 那譬如说 假如说有的人 他的局部 譬如胸口腋下 或者甚至是 大腿骨勾 比较容易出汗的人 你就可以用隔粉 然后用粉铺 铺在你觉得 甚至有的人是耳后 容易汗多的地方 诶 它根本就是蜜粉嘛 对 非常好 对不对 好细哦 是 而且你看 铺上 你看我铺上去之后 马上那个皮肤的 光滑感 完全不一样 对 然后那个油 油的感觉 也比较没有 对不对 真的耶 就是很细致的感觉 那我们干嘛不直接拿隔粉 来当蜜粉用 可以啊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我化妆的话 最后要定妆的时候 也可以用隔粉 对 那个扇粉 那个扇粉 也是可以用这个 那你就拿刷子 隔粉贵吗 还好 台湾有生长 所以还好 像我这个 我买的也是有机的 然后它的品质 就非常的好 然后你煮菜 勾芡的时候 甚至你可以把它当成像 藕粉一样 用热水一冲 那就有天然的小珍珠了 奶茶里面那样子的 我们的珍珠到底是不是 隔粉做的 不是 因为隔粉很高级 因为隔粉还有一个名字 大家应该会比较知道 叫隔浴金 所以像你这样铺在手上 那是不是感觉就很好 那你想如果夏天很热的时候 你可以铺在腋下 有点像废纸粉的功用吗 对 但是完全没有副作用 不会有重金属 那还有就是说 你焊多的地方 那如果说体味比较重的人 这里呢 我就是加了 这个是老师另外做的一个 老师好多人问隔粉在哪里买 像隔粉的话 我在健康食材店都可以找得到 老师你后面有写吗 哪里买 这边隔粉有吗 隔粉好像没有 没有特别写到隔粉 因为隔粉其实还蛮容易取得的 对 像一般的健康食品店 就会有隔粉 好 所以可以去健康食品店 有机食品店看一下 对不对 好 这个是做好的 对 我添了椰子油 跟小苏打 还有精油 所以那这个 跟隔粉 对 隔粉 那这个呢 就是有一点膜的感觉 这个就是说 假如我现在体味很重 我已经铺这个干的粉 已经不方便了 那我就会用这个有香气的 就把它抹在腋下 然后就会止汗 因为它里面有小苏打 它也可以让我们的抗菌 那所以就说 不会因为说腋下出了汗 然后又湿热 然后就有更多细菌 那体味更重 这个有点像外面 就是大家在买的体香膏的那种感觉 对 因为它做出来就是 我们自己做的香膏 就是隔粉的体香膏 对 然后你家的精油是什么精油 我加了迷迭香 柠檬 还有尤加利 这我闻起来其实很像 某种口香糖的味道 很香 对 这个味道也很好 蛮挺身心的 是 就是很清新的味道 那为什么它 所以今天把它铺在腋下 或者是或者是体味 如果真的再重一点的话 它们是可以有抑制汗水吗 还是怎么样 它会因为这个小苏达呢 它也是会让我们的身体 有抗菌的效果 而且可以保持干燥 那这个叫做椰子油又抗病毒 所以它实际上是真的能够 让我们的汗水比较少 就是有一点 不会那个汗冒的这么多 对 所以 隔粉 好 老师这边其实有讲 就是说 其实你在日常饮食生活当中 都可以吃隔粉 对不对 刚刚我们讲到 这个是隔粉体香膏 对 做法的话 就 参见老师的书 好不好 参见老师的书 其实很简单 很简单 所以只有椰子油比较麻烦 因为椰子油 它在这个 这个季节 它是会凝结 但是我们可以坐在一杯热水里 让它温成液体 然后就加进去 然后它又变成凝结了之后 它就会有一个 香膏 OK好 那你刚刚说其实吃也OK 因为所谓的家灵臭 可能跟你的饮食也有关 因为我们就说 有一些国家的人 因为他们吃的心伤量比较重 所以它可能体会比较重 所以确实是跟我们的饮食有关 对 跟饮食 跟新陈代谢 所以因为 为什么会特别要吃隔粉 这个隔育精粉呢 主要是因为隔粉里面有很多的鎂 那这个鎂元素 它就是可以让我们的新陈代谢 什么都是很好的这个元素 而且它实际上也是一个 让我们的心情可以快乐的一个营养成分 有人在问隔粉可不可以拿来对抗脚臭味 隔粉的话就变成说我会建议你把它抹在脚趾跟脚趾的中间 像我记得我有很多的朋友 他们有那个香港脚 那他们是把小苏打粉撒在鞋子里 保持干燥吸臭 然后呢 我就跟他们说把隔粉 因为这可以接近皮肤的 放在脚趾头的这个脚趾缝中间 因为我们脚趾是不是比较密 对 有的时候其实是中间会流汗 对 然后还有这个缝缝 对 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准备一个特别的粉铺 然后拿这个隔根粉 隔粉 或者是用小刷子也可以啦 哦也可以 对你用个小刷子 你就放在家里面的门口鞋柜上 早上要出去前请记得 铺粉 对铺了粉之后再穿袜子 对 因为比如说像孩子 就好穿五指袜 孩子们其实在青春期的时候 他们又是那个荷尔蒙 比较旺盛的时候 其实脚真的比较容易丑 没错 所以呢你就给他那个 叫他自己每天刷一点 然后穿袜子再穿鞋子 看看会不会改善 会的 会吼来试试看 所以吃的话我们能怎么吃呢 刚刚你不是说你很喜欢吃隔粉吗 对啊我喜欢吃隔粉做的那个 对夏天的时候 那个我们可以把隔粉调水 然后做成那个像一个那个 隔条 日本不是常常那个夏天的黑糖隔条 对啊就是吃完饭之后的甜点 对像我们的凉粉一样 这样子是非常好 然后还有更简单就是说 我们把隔粉冲热水 那他就会像小颗粒这样子 对对对 那所以就说 呃那个吃起来就像小珍珠 而且呢就是那个口感也非常好 我看到他们说 City Super真的 我也是在City Super买的 哦隔粉在City Super就有卖 超市有卖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好不好在超市 一般的超市有卖 好然后呃 哎我刚想到一个什么东西 对 它是一种天然的征酬剂 所以你说其实加到汤啦 或卤汁或饮料当中可以勾芡 可是这个跟太白粉又不一样 不一样 而且它的效果是 就是说 如果说我们今天觉得说 夏天很热的时候 或者是肩颈特别不舒服的时候 你喝一点隔粉 就是调的像那个 膏或者是勾勾的这样 喝一喝你整个人就舒服了 哎好奇怪哦 对就是它这个植物的特质 因为它里面含了铁 然后当然它还有很多其他的 矿物质跟微量元素 对我们的人体 然后它提供我们必须要的 这个这个营养成分 好 好那么我们刚刚已经讲了 山药跟隔粉 老师也实际的带了东西 来给大家看 那等一下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要来讲除皱了 除皱也很重要 哎女人 女人呢就是在意一个 一个斑点一个肤色 再来就是皱纹 对不对 等一下除皱老师带了这个 白花椰菜哦 到底怎么用 要告诉大家 怎么用白花椰菜来帮助你除皱 是 真的是蛮神奇的 休息一下 然后还有就是大家一定很想知道 老师自己的一些保养方式 所以等一下我要请老师 跟大家分享 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现场 十准三十二分欢迎大家回到生活同乐会 今天一同爱自己单元到现场的是有机美人生活家上学文向老师 老师 老师刚刚教了我们好多 这个山药 山药主要是美白保湿 是的 然后呢 嘉玲臭 可以用格粉来消除 那接下来我们要讲除皱 对 除皱你靠的就是今天带来的白花椰菜 对不对 是的 嗯 这个白花椰菜 白花椰菜我很怕 真的吗 虫虫吗 对啊 它虫真的很多 而且又不好找 因为颜色跟它太相近了 那个小虫通常是小小绿色的 有机的会不会特别多 不一定 真的吗 真的其实如果说真的是很有机的话 它的那个土壤跟昆虫反而会一切的状况是平衡的 好 我们的花椰菜放在上面会是透明的 那应该 什么那么好笑啊 因为 要低一点 因为这个花椰菜其实是黄黄 有点淡黄 淡绿 跟我们后面这个有点像 那我应该放下面一点 没关系没关系 反正大家知道就是白花椰菜 好 那童文你看得出来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吗 你说这两朵吗 对 你先拿的这两朵 有什么不一样 就一个比较大一个比较小 一个有剥皮 一个没剥皮 对一个有剥皮 一个没剥皮 为什么我今天带特别两只这样子的呢 就说实际上花椰菜你可以看得出来 它是很多的小花蕾 对一个一个的小花蕾 那像有的开了 它就会好像融融的有那个花粉的感觉 对 所以呢 这个 呃 天然的这个 这个花椰菜 它有这个天然的雌激素 哦 对 那还有呢 因为我们其实就吃很多的花蕾 是不是 对 哦 然后还有就是说 它有很多的维生素C 还有这个微量元素C 就石头边在一个东西南北的C 那我们如果常常吃白花椰菜的话 皮肤真的会很好 像我有看过几个朋友 他们就我们在美国的时候就有一种那个专门是吃这种蔬菜的地方 他们吃这个花椰菜是吃生的 嗯 然后呢 他们就这样子吃 结果我发现他们的皮肤真的就是 一般我们以为哈 西方人的皮肤比较差 西方人白人比较容易皱 因为他们又喜欢去晒太阳日光浴 对 结果他们因为很喜欢吃白花椰 嗯 结果他们的皮肤不像一般的白人那么多的皱 哦 真的哦 嗯 那为什么要 那为什么要有剥皮跟没剥皮的差异 这个就是说 像我 我发现很多我们有的时候会把菜啊 就这样削一削 然后就整个皮就剥掉 剥的太干净了 那实际上 他的所谓的就是说 呃 C跟还有 嗯 还有西 他的很多都在这个皮上面 绿花椰也是吗 绿花椰也有 因为像刚刚提到都是十字花科的 对 都有很多很好的 天然的 哎 我我炒 我我在吃花椰的时候 我我也是有的时候会去削皮 对 那像这个比较嫩 有没有旁边还有这个小嫩叶 就不要去它 哦 那这个皮其实我们是咬的动 是可以吃的 对对对对 我就不鼓励大家 都 就不要削皮 对不要削 除非是说比较粗的有没有 才要削 其实你看哦 像什么很多营养师啊 都建议你很多东西都不要削皮 对吃连食材 比如说地瓜 洗干净 吃连皮吃会比较好 对 甚至现在还有说奇异果 也是不要削皮 哇奇异果那挑战很大 我跟你讲我有吃过 好吃吗 你就是把一直刷 毛毛的 没有毛把它刷掉 哦 你可以把毛刷掉 然后就剩皮 这样子 其实吃下去 你就是会觉得比较难咬啦 但是它其实可能就是纤维 就会更多 对 好 所以花椰菜 大家这个老师教大家 其实那个 那个外面这个皮哦 可以更 我说的是梗的 那个地方 那个皮可以不要削 嫩的 嫩的时候 好 那这个呢 其实它对我们的 这个皮肤的帮助很大 特别是对皱纹 然后所以呢 我平常 呃 就会拿它当 有的时候 我就会拿来烤 像很多人现在会把 呃 白花椰菜当做是主食 因为呃 对对对对 白花椰米 饭 做成那个白花椰饭 那 其实我们如果说 白花椰菜 你这样子一个一个的 虽然是比较大 但是你放在烤盘里 然后你淋上油啊 然后调味料 香料啊 然后进烤箱拿出来吃 第一个它饱足感很好 营养高 热量低 然后呢 重要的是又会漂亮 然后真的你第二天早上起来 你会发现你的皮肤特别的美 因为它里面还有很多的硫化素 也是我们的那个皮肤 要生成这些胶原蛋白必要的 嗯 所以像我就很推荐大家 就是说 我们在做呃 浓汤的时候 也可以用这个白花椰浓汤 对 或者是白花椰的米饭 对 嗯 然后甚至呢 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它也是做成泥状的时候呢 嗯 就是变成我们的这个面膜 嗯 哎 这边老师有讲到 他说其实啊 嗯 胶原蛋白的生成 最重要的就是要补足大量的原料 那个原料其实就是维生素C 是 所以我之前哦 就是因为我有很多厂商都会送东西来给我试嘛 那我记得有一家厂商哦 他送的胶原蛋白粉 啊哈 很有趣 我第一次有碰到那个胶原蛋白 它就是 它是它是一组的 胶原蛋白粉跟一罐 一瓶 对 C 粉 两个都是粉 是 我说我很少吃到C粉 对 C通常都会做成定这样 是 他就说那个C粉 他说其实更好吸收等等 但问题是那个C粉 后来我发现他有个问题 就是他太容易潮湿 对 我才吃三次而已哦 他整个就结块了 对 那可能就真的比较不适合台湾 我后来看他那个是德国制 所以可能在大陆型的气候 对 但是我现在终于知道 我现在才知道 为什么他会跟胶原蛋白粉一起来 对 哦 就是说他是其实是相辅相成 对 而且如果说我们有足够的 就是大量的维生素C的话 我们不只是说 呃 胶原蛋白生成特别的容易 嗯 然后还有呢 就是说 呃 我们的这个 呃 免疫力也会特别的高 嗯 像现在我们如果说要谈防疫的话 嗯 那维生素C也是要大量的 对 所以我也很推荐大家吃 嗯 白花椰菜 而且白花椰除了可以吃之外哦 那 还可以拿来当面膜 对 你怎么做面膜教大家 比如说 食品的部分 食物的部分 嗯 大家应该都可以都知道怎么做 然后是可以参考一下网路上的一些食谱嘛 嗯 都都OK 老师书上也有 呃 分享他自己常做的白花椰菜汤 对 这是浓汤 对 然后还有菜泥 对 这个菜泥不是现在的那种菜米对不对 呃 就是面膜 嗯 就像我们刚刚一样 嗯 一面喝 隔粉 然后一面敷脸 嗯 好 哎 可是老师有特别提醒 就说如果你是甲状腺 嗯 呃 相关疾病的患者 比如说呃 甲状腺筋炎抗筋之类 对 你可能 这这个菜不要吃太多 要问一下 要问医生 对对 为什么 因为像呃 这些都是 比如说里面有一些点啊 这些比较多的 好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分享一下 白花椰菜除皱面膜 哦 怎么做 嗯 好 那像我们呃 每一次在做这个面膜的时候 我们当然一定就是把它先磨碎嘛 嗯 像刚刚就说 呃这个呃 把它变成是泥状 嗯 然后泥状之后 我们可以把它预留在旁边 嗯 其他的 我们要吃的是不是要调味啊 什么的 那如果要拿来敷面膜 我们把它放在旁边 那这里面呢 我会比较推荐大家用那个 茶花籽油 茶花籽油 看到了 嗯 那那个茶花籽油呢 因为茶花籽油里面的 这个脂肪酸 跟我们的天然的这个人 人体的皮质 是最相合的 然后用在皮肤上 也是最容易吸收 嗯 所以我会建议 嗯 对不起 大家就可以用茶花籽油来拌 嗯 那这里面你要加一些 呃 其他的配料也是可以的 而且好好有趣哦 他们写说 他是一道可以吃的保养品 跟刚刚的那个山药是一样的 还有割粉 好好玩哦 我就很喜欢把这个厨房里的食材 嗯 然后用它的新鲜 然后它的天然 然后用在我们的皮肤上 因为皮肤上现在 大家越来越重视 所谓的精皮毒 哦 就是经过皮肤而吸收到的一些毒素 嗯 那如果说我们用这样子新鲜 天然的食材做的话 实际上它会达到效果 而且比较不会造成皮肤的负担 哎 刚刚讲的这些啊 比如说美白 哎 刚说山药是美白吗 对不对 对 这个如果给孩子用其实可以 是啊 因为它是完全那个 天然 我们没有放添加物 对 我突然想到我女儿 对 那个 我女儿最近也开始想要保养皮肤 很重要 我觉得保养要从小开始 是 他原本都没有想到保养这件事情 都是我逼他的 我跟他说 我说呢 呃 就算长得 虽然他长得也是蛮漂亮的 但我 但我一直跟他说呢 嗯 皮肤好 可能比长得漂亮更重要 因为呢 呃 长得漂不漂亮 或者是你满不满意 你之后还可以用很多方式去改变他 但是皮肤好不好 就真的很难 就是你你你如果青春期的时候皮肤没有顾好的话 那真的以后你会觉得很烦恼 嗯 这个 这是一个爱美的妈妈给爱美的女儿的那个人生建议 是 好 所以这个白花椰菜除皱面膜 嗯 很简单 就是白花椰加上茶花籽油就可以了 是的 那这些大概敷多久啊 呃 其实像这些大概因为他都不会干 对 所以你可以敷个10到15分钟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呃重点 嗯 就是我建议大家在敷脸的时候啊 一定要稍微躺一下 嗯 就说 因为不管我们脸上你是呃面膜质 或者是嗯 泥状糊状 他如果放在脸上的话 又加上有地心引力 我觉得那个还是会下垂 哦 所以我建议 哦 不管我们用任何的面膜 就是给自己一个10分钟去躺一下 这个很重要 对哦 我都 你知道我就是整个很很躁动 你知道吗 不是因为妈妈都很辛苦 敷面膜的时候啊 都还会一直做事 对啊 一面敷面膜一面洗菜 对 你要想到那个地心引力 你要对抗它 有道理有道理 所以给自己至少10分钟去躺一下 就当做休息 对对对 下课10分钟 好 欸老师你刚刚讲到 你还带了一个面膜纸 对 好特别哦 我们在这里给大家看一下 应该看得到 因为它只要不是 黄绿色的 猜一下这是什么 这个 这个你 这个 这你刚刚有跟我讲啦 我就知道啦 那你的粉丝们猜得到吗 大家可以猜一下 这个也是纯天然的 对不对 然后你拿了它来当面膜纸 对 那请问你在上面怎么弄 就说我们不是就说也常要敷脸吗 这个就是纯露 好 纯露是不是 对来 嗯 对 纯露 然后你闻一下这个味道 这是姜黄 哦姜黄纯露 因为 姜黄现在非常好 对因为呢最近不是防疫吗 所以呢要防疫 而且要杀菌 所以我们就可以用姜黄做纯露 姜黄真的很好 然后那这个姜黄纯露呢 变成就说 多喷一下 对 喷喷喷 又可以抗菌 又可以 啊 抗病毒 而且重点是抗氧化 还可以美白防晒 好 那 呃 一般大家不是都是用那种 定状的那个面膜纸吧 要泡在水里 然后让它发起来 对 那我后来我就决定了 我不要制造环境的负担 所以我就用了米纸 越南米纸包春卷的 它这个真的是天然用米做的 所以还有一些洞 然后它做好以后 不是晒在那个干嘛上吗 哦 网子吗 所以就有那个网状 所以这个米纸 其实是不是就是米糊 然后薄薄一层让它干吗 对 它米糊 这样大的那个扁扁的盘子 那个叫锅子上面 那它为什么可以变成这样一片啊 呃 因为它干了 它有加什么东西 加热 加热之后它那个水会干 可是我说它有加什么固定剂在里面啊 没有就是米跟水 就可以变成这样哦 对 那它其实蛮有厚度 韧韧的 对啊 那它们不是我们吃越南春卷吗 对啊 就是把它泡了水就软了 好 那这个刚刚说的是纯露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就 我们就把它喷 喷上去 大家看到没有 老师把纯露喷在 越南米纸上面 嗯 好香哦 对好香哦 你用的好奢侈 哈哈哈哈 然后我觉得 然后呢 通常我们可以把它放在一个盘子上 放在盘子上 放在一个盘子上 它就会比较 那个水比较能够浸湿 它就会变得很软很软 所以看起来我好像很奢侈 对你好奢侈哦 就是如果你用盘子就可以不用这么奢侈 因为水会比较多 对它会浸在上面 我现在用我的手当盘子在接 真是不好意思 不会不会 然后呢 我们就要记得这边呢 把它剪一个口 就是鼻子呼吸 哈哈哈哈 对对对 对对对 哦 sorry 没关系我是怕弄到你的书 来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 敷在脸上 哦 留一个洞 哦留一个洞 你的鼻子的位置 它现在已经是软的了 软的了 对对对对对 那你的手臂借我一下 手臂好 对嗯 我把它撕成一小片 好 然后敷在我的手上 对 好 老师这个越南米 是在 是在那个 越南食材店 或是其实像现在超市 应该都很好找 都有卖越南春圆 好 好 我现在就用一小片 来敷在我的手上 效果很好 因为实际上 我后来发现 就是说 嗯 所有的那个 米 所造成 所说出来 不管是洗米水 嗯 或者是米粉 通通都是 很适合做 发敷保养的 嗯嗯嗯嗯嗯 好 那这个敷完之后 你会发现 特别的漂亮跟细嫩 你说皮肤吗 对 因为你的手 已经很漂亮了 嗯 好 我现在先给它敷一下 所以 只要这样子就好 那它 就是呃 就是 就只要 就这纯粹就是 米脂 对 然后加上 唇露 对 唇露 可以自己做吗 可以啊 我还做过咖啡唇露 然后现在是姜黄唇露 诶那你唇露怎么做 可以教大家一下吗 因为书上也有教 像有时候有玫瑰唇露 对对对对 其实唇露呢 呃刚好书上也有介绍做法 基本上就是准备一个大锅子 嗯 然后那个大锅子里面呢 你就你就把你要的这些花草 都放在旁边 然后中间放一个碗 就是你要准备接唇露的 嗯 然后好 这个是不是锅子是空的 旁边放中间放了一个碗 然后旁边是花草 对 好 那我们的锅子 是不是通常都有锅盖 对 我们就要准备这个锅盖呢 是把这个锅子上面有个把手嘛 对 把它翻过来 哦 因为一般的锅子的锅盖 是不是都拱 高的 比较高 那我们就把它翻过来 所以它就是一个凹的形状 然后呢 我们这样子 呃下面就开火煮 嗯 然后这个锅子里的水 呃 这花里面也要放水 然后不要比碗高 哦 就是比这个碗低 嗯 然后滚的时候 它的这个水 水蒸汽 就上去 那那个锅盖倒过来 它就会顺着流到中间 滴到中间的碗里 对 就是这样 很简单的 所以如果你的锅盖是平的 就不行哦 对 然后也不要有气孔的 不要有那个排气孔的 不要有洞的 哦 大部分的都有 没有 很多的炖锅是没有的 现在 炖锅嘛 可是炖锅的锅盖都平的 呃 我目前用的是一个透明的锅盖 对 但是它没有 对 是 可是它会有把手 有把手没关系 对 那你如果说 呃 把手 那锅子要洗干净 对 很多人锅盖不洗的 那就不行了 对 要很干净 很多人不洗锅盖 这样不行 然后那个锅盖 刚好就 就等于说 它把那个所有的水蒸汽 集在这个碗里掉进来 嗯 那像 如果我们自己做纯露的话 其实真的是很方便 像 呃 什么虚草啊 迷迭香啊 呃 虚微草这些纯露都可以自己做 所以你这个是自己做的吗 呃 这一批是我请朋友做 但我们自己以前也有做过 好 大家可以看哦 我现在那个迷脂 已经完全跟我的皮肤 贴合了 对 那所以呢 我大概要敷多久 没关系 你待会你想要拿掉就可以了 对 它就完全黏在这个上面 很舒服 很有趣的感觉 对 你现在觉得 而且为什么我觉得这么凉 因为它那个水分蒸发 你如果觉得那个 就可以把它拿掉 还凉快呢 我觉得 我觉得那个 还蛮适合夏天敷的 你不要整个湿 你用卷的 用卷的吗 像卷春卷一样 对 把它卷卷卷卷卷卷下来 好有趣哦 你看那个皮肤 诶 真的耶 保水度非常的好 对 很水润 是啊 真的真的真的 两个完全不一样 这个好有趣哦 那这可以吃吗 弄到皮肤都不吃了 哈哈哈 没办法你知道 看到吃了东西 然后又卷起来 你就觉得它 最初很可口 很可口的样子 而且还有我手上的味道呢 真的太恶心了 而且还是纯露 好哇这老师 老师还来得及分享吗 植物油 你的植物油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 等一下我们继续 老师会再做一下 我们就接下来 老师会分享一下 他的植物油卸妆 还有结盐的东西 也都是非常的 呃 天然的 那我们直播这边 直播的听众朋友 观众朋友继续哦 我们广播这边先 在广告休息一下哦 有点像 其实我很喜欢果冻面膜 他的触感确实有点像 大家可以看到吗 嗯 他就是这样 好可爱哦 很像一个上皮筋 好酷 他怎么可以这么韧啊 对 因为他们那个米 米的那个韧镜 不是 他不是一般的米 是不是 我记得他们都是用再来米 然后你就看到他们现场 磨的那个米水 然后就这样在那个 热的盘子 有人说 他中文要去买越南 去买越南 到时候 到时候看的我好饿哦 真的 这个敷在脸上效果超级好 你看真的耶 你看你的手 会亮 而且你摸摸看好滑哦 好滑哦 这个唇露喷一喷 你感受一下 真的耶 我跟你讲 因为刚刚我两只手都有喷唇露 可是我现在这支有敷 这个就是不一样 因为米 这个也太好用了吧 你可以喷脖子 因为 如果你担心那个上呼吸道 譬如说有一些什么的话 都可以喷汤的姜黄 对 都可以喷汤的姜黄 这实在是太神奇了 竟然这么认诶 让我怀疑他到底有没有加东西 对 据我们知道是没有 真的哦 好厉害哦 那大家去哪里吗 越南食材 还有一些 一些多 好像有 你看这样子是不是就不会造成环境负担 你真的是 你很棒耶 在厨房里好好玩哦 看看这个可以 看看那个也可以 你完全是一个生活实践家 而且很多人会觉得很麻烦 都不怕麻烦 我会鼓励你用这个 因为你知道吗 因为你用这个的话 它还有紧实的效果 我也觉得它有紧实的效果 因为你看你这个手背 现在多漂亮 所以我现在就给大家看嘛 所以如果它有延展性的话 其实可能会 真的会把你的脸 抓住 它的效果可能还有 包括一点点紧实的效果 有 有 哎呦 好好玩哦 教大家卸妆 好 很快 要教大家 10点52分 太好玩 真的太好玩了 真的 哦 老师刚刚这个 越南迷址哦 就是那个包春卷 用那个迷纸 真的效果非常好 我刚刚敷完我的手之后 因为现在我们弄成Key板 大家比较看不出来 那个一些细节的部分 但是我跟大家说 真的敷完之后 就是觉得好滑哦 而且水润 好滑水润 真的很好玩 那重点又是 老师一直很在意的 就是为什么要有机生活 他其实希望一个 真的是一个 环抱的概念做到极致 他说这样我们连那个 面膜纸都不会 不会造成它的浪费 对 真的很厉害 老师最后介绍一下 你的卸妆 有用植物油吗 对 我目前做的那个卸妆油呢 我是用椰子油 然后橄榄油 还有芝麻油 那这三个油呢 它也都各有它的原因 因为像我们都知道 这个椰子油是抗病毒的嘛 像我们不是常常有机会 在外面梳化嘛 你并不知道它的刷子 有没有清洁干净 你知道我昨天去电视台啊 我自备刷具 这个很重要 因为他们其实以前不会啦 但是他们就说 最近是不是要不就你自己戴 而且我们是直接戴口罩上 所以只要化眼妆 那就说 彤雲姐你要不要自己化 不然的话就是你自备化妆品 这很重要 跟刷具我们帮你化 所以我昨天就自备化妆品跟刷具 那所以就是说 一定要有椰子油 那接下来呢 椰子油抗病毒 然后还有呢 就是这个芝麻油 因为像我们的所有的彩妆啊 这里面大部分都有一些重金属 那所以这个椰子油 讲错了这个芝麻油呢 它有很好的吸附性 它可以帮我们排掉重金属残留 像我们的眼影啊 睫毛膏这些都可以 那接下来橄榄油呢 它有很好的角砂锡 还有维生素C跟E 都是可以在清洁的过程 还可以修复的 所以这三种呢 也是1比1 把它合在一起 然后我们就这样子做卸妆油 那这个卸妆油卸完之后 你的皮肤是干净 却不紧绷 非常好 这不会太油吗 不会 因为它是植物油 不是矿物油 所以不会堵塞毛孔 没错 因为很多人以为矿物油是好油 但实际上矿物油 它是石化产业的下油产物 所以我不介意 因为它会 我也不能用 对它会让我们的那个皮脂膜 就是变得很受伤 我刚开始播新闻的时候 我们所有的主播 每人一瓶很大的那个 知名品牌的卸妆油 那我也去买了 可是我用了几次之后 我就开始长粉色 皮肤更干 对 我开始长粉色 我那整个 而且我一去买就买三罐 你知道那种周年庆 都会有那种什么三罐组 很大 大家一定知道我在讲哪一个 套子 我就全部送给我同事 我就都不用 对 所以植物油的卸妆 然后你会用蜂蜜或蛋白来 对 那像譬如说 我们刚刚卸完油 你可能刚刚蛋因为很油 其实不会 我们只要用热水 热毛巾 然后热的 然后就先热敷 敷一下 然后轻轻擦 那我们的残油残妆就都都卸掉了 那这样子热水先热敷完之后 我们就拿一颗蛋 像我每天早上都会吃至少两颗蛋 然后我就留一颗蛋的蛋白出来 然后就用一个打蛋器把它打碎 因为我们用的是比较厚的那个厚的蛋白 然后打散之后 不然它是一块的 然后打散之后 我就放在掌心大概50块元币 然后我就开始在脸上滑动 那这样子其实它就把我们刚刚的这个油就起得一干二净 而且呢 我很鼓励大家用蛋白卸妆 因为蛋白卸妆的这个 可以让我们的鼻头很干净 而且然后那个皮肤就会真的像蛋白肌一样 就是又白 大家非常想要达到的那个蛋白肌 对又白嫩 然后又有弹力 好有人问说今天的内容书里面都有吗 都有 所以上学文老师有机不老 希望能够把优雅无病 那么又美丽的保养方式呢 从头到脚介绍给大家 下次来我们再来聊聊书中的其他章节 好的 谢谢上老师 也谢谢大家在这里跟大家一起说 拜拜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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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 personnel